原标题 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 他们为抗金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如南宋的中兴四将 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抗金英雄 便是这中兴四将中的首位大将岳飞 他的壮志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引匈奴血 更是激发了无数将士的战斗热情 亦被后世人所称颂 岳飞文武双全 能永善战对待国家亦是一片赤诚之心 他们可以为抗金事业做出更大的功绩 却在壮年之际 被秦贵等监令之臣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京中报国的一带大将 就这样被冤枉致死 令人惋惜 要知道 岳飞对待妻的李娃亦是情感深厚 李娃也设身处地的为岳飞着想 是他得力的贤力主 同时 他们还有几个年纪尚小的儿女 岳飞被冤 杀后 妻子和儿女的命运如何呢 岳飞的第一任妻子是刘氏 但刘氏因为岳飞从军期间忍受不了忽计的时光 便另寻了人家 这在当时的朝代对于丈夫来说 堪称是奇耻大辱 岳飞固然愤怒 但也没有被刘氏进行成处 这是与他永久的断绝夫妻关系 岳飞和刘氏生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岳云 另一个是岳雷 而岳云与父亲 同样有着精忠报国的大志 同样勇武善战 因为能力过人 与父亲一起被陷害处死 岳雷和李娃的三个儿子 同李娃 流放岭南 虽然赵构和秦桂给了岳飞的家人一条活命的生路 然而流放的生活又怎会好过 不过 纵然岳飞的妻儿过着颠沛流离 受尽折磨的流放生活 但总归没有丢掉性命 只要人还活着 总还是有机会的 当时 李娃的三个儿子还小 李娃便承担起了照顾儿女的艰苦生活 但索性 悲惨的命运 没有一直笼罩着岳飞的家人 当岳飞的冤屈被洗净 之后 朝廷愧对一代忠臣岳飞 更是不能委屈她的家人的 于是 便对岳飞的家人封关家局 李娃被重新恢复为郑德夫人 在李娃死后 朝廷按照李娃的遗嘱 将其埋葬在了庐山 陪伴岳飞的母亲姚太夫人 以尽孝岛 后又被家封为楚国夫人 而岳飞的次子岳雷运气算是最好的一个 当上大官活到七十八岁 这在古代算是相当长寿了 而李娃的三个儿子 岳灵、岳镇以及岳爱也都归乡 安心生儿育女 也算是苦尽甘来 此外 岳飞也有两个女儿 只不过 历史上对于他们的记载甚少 也许是古代并不看重女性地位的缘故 但是他们二人无疑也是被流放在外 命运如何暂显不得而知 笔者认为 岳飞终究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虽然他家人的命运还算善终 但岳飞身为抗金武将 赤诚之心 却被一众奸命之臣构陷 然而哪怕赵构对岳飞坦诚相谈 岳飞也是不会轻易妥协的 更何况他 也不懂朝堂上的权术和人心 岳飞的选择没有错 管之怪生错了朝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